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现身新车交付会 毕竟个人身价败特斯拉股价之次 水涨船高 据蓬勃亿万富豪指数排名 马斯克身家超过2300亿美元 破7兆1000亿台币 稳居第一宝座 随着特斯拉股价翻涨一倍多 马斯克今年财富也增加约950亿美元 近3兆台币比卢森堡GDP还高 多个科技巨头资产也相当惊人 亚马逊董作贝佐斯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Meta创办人祖克博都荣登彭博富豪榜前六名 随着脸书母公司Meta市值增加超过170% 创办人祖克博今年身价增加2兆5000多亿台币 不过彭博富豪榜中 唯一一位不是美国人的GLV路易威登集团董作阿尔诺 以1790亿美金近5兆5000亿台币位居第二 值得注意的还有她 随着法国化妆品牌Loreal股价创新高 集团继承人梅耶尔也已超过3兆台币的资产 名列第12名荣登全球最富有的女性 同时各大富翁口袋都更深了 年初前500大富翁 有300多人资产增加 富豪财富累积速度 看来远超乎想象 继续闻业艺文朱佳林报道